现在我来介绍的是隐含数的微分 那一般来说的话呢 我们所说的一般所看到的 能够写成y等于f of x的 什么叫做y等于f of x呢 就是说y的话写在左边 x的话写在右边 把它写成一个这么样的明确的一个格式的 我们都称为是限含数 Explicit Function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对它的微分 我们的话呢有了乘法的微分公式 除法的微分公式 连锁率 基本上来说 显含数的微分都是非常简单的 像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我们的话呢看看 这个地方的微分要怎么为呢 我们的话呢 把它利用连锁率的观念 这个把它看成了一个 然后的话呢直接微分 10这个地方的话呢变成九次方 然后再微分那层 于是的话呢 显含数的微分是简单的 我来看看的话呢 实际上一个简单的例题 隐含数的微分的例题 来我们来看看下一步 这个地方的话呢是这样的 有一个题目的话呢是一个圆 x平方加y平方等于25 那这个像这样的形式的 我们把它写成了 xy一个函数合在一起的方程式的形态 这个我们叫它implicit functions 它的话呢是叫做没有办法的话呢 有的是可以把它解成 y等于f of x的 有的是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的话呢 以这个例题而言的话呢 我们来用两个方式 来做给各位同学看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它要问在43这一点 43这一点的切线方程式 切线斜律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的话的做法的话呢 这个是最传统的做法 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 隐含数的微分怎么做的情况 我们就把这个y给解出来 那各位同学看 y平方是等于 我们把y解出来的话呢 是25 减掉x的二次方 那么y的话呢 解出来之后 y等于是多少呢 y就等于正负 各位同学要注意正负 我们两边的话呢 来取平方根的话呢 会变成有一个正 有一个负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25 减x的二次方 好 现在的话呢 我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各位同学 必须要知道正负的意思了 正的话 y等于正代表的是上半元 y等于负是下半元 那么我们先要判断 这个点是在上半元 还是下半元呢 43 我肯定它是上半元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取的是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一题而言 它是正的 开根号就是二分之一次方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算它的切线斜率 也就是y' 那我们的话呢 就微分 微分 这个微分并不困难 二分之一 丢下来 然后的话呢 里面那层照超 再过来就变成负二分之一 再乘上什么呢 里面的微分 这是多少呢 负x的二次方的话呢 这个就变成了负2x 这是我们的微分 那现在它要问的是切线斜率 那么我们就把x带进去 本题的x是4 我们就把4带进去 所以的话呢 切线斜率是等于多少呢 带4进去是二分之一 25减4的平方是16 所以这是9 9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再乘上 把4带进去 这是负8 看起来的话呢 有点复杂 但是还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计算上来说的话呢 我们要小心处理 这边是三分之一 9的负二分之一 就是所谓的开根号 又放在坟墓 所以是三分之一 再乘上负8 所以的话呢 这一题的切线的斜率 是多少呢 我们算出来了 答案是几 答案是 三分之负4 这样的算法 就是所谓的 把它y解出来之后 用显函数的方式来做 那么隐函数的话的 微分的话呢 它的解题方法 比这个简单太多了 我们的话呢 就直接的话呢 进入我们 教各位同学的方法 来 我们看 方法二 方法二的话呢 这个做法的话呢 是这样的 我们的话呢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25 我们的话呢 就直接做两边同时微分 两边同时微分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x二次方的微分是2x 再加上y平方的微分 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 y是一堆x 它是一个f of x 所以我们要利用的是连锁率的观念 y平方的微分是2y乘上y' 等于0 0是为什么呢 数字的微分通通都是0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这里有x有y 我们把哪个数字带进去呢 43给带进去 来我们来看一下 43带进去 x是4 那这边就是8 y带进去是3 那就是6 y'指的是微分 也就是所谓的m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切线斜率是多少 负的六分之八 也就是负的三分之四 那各位同学比较一下 这是方法一的方法 这是方法二的方法 那各位同学 大家想想看 哪个方法比较容易呢